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海洋 来我们来谈一下 到底哪些国家要破产了 真惨 真的是惨 好 惨到爆 来14级的爆雷大惨 亚洲货币恐全倒了 破产国再增三个 还不止三个 后面还有二十几个 来你们一定要看清楚 先来谢谢大家 非常感恩大家 先帮我按赞分享 先按赞分享好不好 给大家都知道好不好 你们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 全世界 我讲台湾新闻看不到 在海洋这边看得到 只有林海洋的YouTube频道 你们一定会很清楚的看得到 先帮我按赞分享真的 好新同学 先加入我的YouTube频道 你们就知道怎么样防范于未然了 按订阅开启小铃铛 然后按赞跟分享一下 谢谢你们 感恩你们 也是帮助自己 也帮助别人 好不好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了 来谢谢你们 帮我快速的 快速的按赞分享一下 来谢谢大家 强势美元 吸减全球 1990年来 日本经济泡沫化以后 来我们可以看到了 1990年很久了 强烈上涨都表示一次 美元强烈上涨表示 一次次的金融危机 2022年美元指数 来到了110 创20年来新高点 在全球通膨的严重下 美元走强 等于美国政府和人民 面对通膨的压力 比其他国家来得轻一点 美国把通膨问题 丢给所有的国家 丢给其他国家 这样大家知道了 不断的升息 不断的升息 然后美元变成强势货币 然后日本很惨 惨到爆 来接下来 亚洲汇率 来亚洲的汇率 今天10月7号 我录节目是礼拜五 美金汇率日币来到145.026 升0.62% 之前才110几 现在已经来到146 买日元的朋友都赔产了 人民币来到7.116 本来是6.8几 现在7.116 又升了2.15% 韩元来到1411 升2.66% 看到了没有 惨不惨 台币来到31.625了 升2.47% 好台币31.625 马上要32的 太租37.44升2.49% 然后卢比印度82.215升3.23% 你看没有一个国家不升的 看到没有 2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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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点多 看到了 大家很清楚的看到了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亚洲必全岛 亚必全岛 岛成一片哀鸿遍野 来香港经济 大家都没有谈到香港的问题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 香港是东方之珠 金融重镇 2019年回归以后 变成怎么样的一个可怜情况 我们的蔡总统是挺香港的 当时记得吧 我们也很挺香港 我在香港住了4年半了 在疫情全球局势不稳定 不稳及美国升息等因素影响下 民生经济大受影响 为了疏减民困 也导致政府财政状况 将较预期更差一点 估计2022年至2023年的财政年度 将会出现超过港币1000亿元 看到没有 约新台币4000亿元的赤字 还不止 我告诉各位 不止 这个是他们表面上的数字 日前公布 8月本地就是香港整体出口 跟进口货值 叫去年同期分别下跌了 14.3%跟16.3% 就是你进口减了16.3 出口少了14.3 月内出现133亿元的逆差 所以香港的经济是非常惨的 香港百年来 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情况 香港移民的问题非常严重 香港以前在英国 是英国的殖民地 英国回归以后 20几年以后就被中共收回去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香港政府今年8月的进签数 数据显示 香港近移出人数2020年后急升 去年为8.92万人 去年2021年移出去的人口将近9万人 8.92万 很多人移到台湾来的 很多人移到高雄去 因为高雄房价比较便宜 所以很多人就移到高雄 又有人移到台中 但截至今年年中却进一步升到11.32万人 等于是说两年当中移走了20万人 看到了没有 两年 2020到2021年移走了20多万人 超过20万人 然后两年移走20几万人 就是大家不在香港居住的 所以香港的第一个房地产也会下跌 少了20几万人 越来越少人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香港的地位 在今年的9月22日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公布香港 在全球国际金融中心排名下降 这个名列第四的 被连升三级的新加坡取代了 新加坡已经取代了香港 而航空地位也在新加坡 以730万人次冠决亚洲新加坡 而9月28日 0加3防疫政策也因港府摇摆不定 令国际投资者失去信心 所以整个香港 对一般的国际投资者 开始失去信心 当然香港有很多的大型的国际投资 包括美国的很多投资 包括很多以前像日本台湾很多 都是在香港做投资 而且因为那边是整个货物的集散地 也有那边做转口贸易的很多 所以分公司很多都是设在香港 甚至很多总公司都是在香港 那时候香港简直就是东方之珠 那每天闪闪发光 你知道我早期在香港的时候 哇简直是夜不 晚间的时间 11、2点 哇那个灯光都还亮着的 你就知道这叫东方之珠是有原因的 晚上的时间12点还没有人睡觉 还在养茶 他们养茶开到一两点还在养茶 你不要说那个麻将馆 他们有麻将馆 我是没有去过麻将馆 知道我们的朋友都在麻将馆打麻将 只是你知道吗 养茶可以养到半夜一两点 然后去海鲜馆吃饭 也可以吃到半夜一两点 热闹非凡 就跟以前我们台湾早期的时候 半夜不是一两点 那个都有那个什么餐厅还在经营 整排啊 我以前早期住天母的时候 我从香港回来住天母 天母整条街不是都在吃吃饭吗 一两点 哇喝啤酒 啤酒大街 半夜都还在吃饭 现在没有呢 你八九点你看啊餐厅都关门了 现在哪有 那个返法不在啊 对不对 你就不要说卡拉OK 不要说什么酒家 或者什么夜店 没有啦 对不对 那当然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世界在改变当中 这个世界改变而且非常的快速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 斯里兰卡破产 这之前我有讲过了 2022年的7月18日呢 斯里兰卡宣布破产 近年来呢 斯里兰卡向中国日本等国欠下了巨额的外债 再加上了疫情等因素呢 陷入了严重经济的危机 根据呢 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的数据呢 自今年7月呢 来 惨了 该国的官方储备资产有18亿美元 今年第一季为止呢 外债大概是505亿美元 还不起了 他的中央银行欠外债505亿美元 在中国跟日本欠了500多亿美元 还不起了 所以呢 你知道他要他的公务员呢 去国外工作 因为付不起公务员的薪水 看多惨 台湾未来会不会是这种情况 有可能哦 你们不要笑哦 不要笑别人哦 有可能哦 对不对 哼 接下来 好 斯里兰卡一步步毁灭 除了拼命向外国借贷 还透过中国的一带一路提倡议 打造出呢 什么 什么什么 汉班托塔港 以及呢 首都可伦坡的莲花塔 和海海港城等等 这些建设案呢 被当地民众认为是 华尔布什的白象工程 不但没有带来充分的经济效益 还让斯里兰卡非常沉重的债务 一步步越陷越深 所以你想想看 这华尔布什的工程 都是变成了白蚂蚁工程 啃食啊 这个叫白蚂蚁工程 大家知道 这不是白象工程 是白蚂蚁工程 就是你的这个房子里面都是长的白蚂蚁 把你全部啃食掉了 你的钱全部都像被白蚂蚁这样吃掉了 对吧 我是认为他是白蚂蚁工程 来接下来 辽国也破产 人口约700万的辽国的经济形势呢 开始恶化 由于货币贬值推高 进口成本 燃料短缺已被广泛报导 来 2021年9月 辽国货币基普对美元汇率 约为9400元 但是到了2022年7月 跌至14925基普 怕死人啊 看到了没有 14925左右 10个月内狂扁37% 你说他怎么不破产呢 肯定破产的 来接下来 辽国的外债有多少呢 辽国已知的官方债务 很可能是冰山一角而已 对中国的隐性公共债务呢 来这个风险呢 公共债务的风险呢 異常的高 债务曝险呢 高达122亿美元 约性台币3785亿元 占GDP的64.8% 一半以上 60几个% 那如果算上隐性债务风险的话 甚至可能超过辽国的GDP 而世上含有的国家 对外的公共债务占比 会高过自身的GDP 他的自身GDP没有那么高 他外债这么多 我这个国家可以生产的毛额 可以赚的钱 根本不够还 不够吃饭 还要还外债 怎么可能还得起 我贪3万块 我赚6万 这样大家懂意思吧 我赚3万块 但我外债6万 我吃饭都不够了 我怎么有钱可以还给人家 我赚3万 我欠外债5万 我也还不起吧 3万块还不够我吃饭 这样懂了 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来接下来 好蒙古破产 还有还有破产 继续来 不止还有 我还没有把它全部说出来 下个节目再讲 要不然你们一定心脏要停止了 来 据报导 蒙古因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债务陷阱 从中国提供廉价的民生物资 以及建立基础建设跟投资 导致对中贸易逆差严重 造成国内的煤炭天然气稀土等资源 不仅被中国全部拿走了掠夺 现在也欠下一屁股债务 所以呢想想看 这个一带一路 其实中国自己本身也是打水漂的 那些钱拿不回来的 你不要说他掠夺 他掠夺也是有的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他帮你做建设以后 你也很惨 他也很惨 为什么建设要钱 他招下的钱也根本收不回来 他是不是打水漂呢 玉山道道玉水架桥 那你说这些钱怎么拿回来 也是拿不回来 所以中国也很惨 中国现在百姓也哀鸿遍野 来接下来呢 债务危机的国家 再看清楚 再看清楚 据统计呢 21国其中包含呢 萨尔瓦多 来了来了 很多都是这种国家 萨尔瓦多 加纳 埃及 图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主权债务潜在违约风险 总额约为2370亿美元 根据彭博汇编的数据 在1.4兆美元的新兴国家中 有近五分之一或17%的外债 以美元欧元或日元计价 好 所以呢 总共的债务危机有21国 濒临崩溃边缘的国家有21国 接着下来 我告诉各位 年底还会再倒好几个国家 明年倒的更多 所以呢 这个世界在重整 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在重整 如果这样子干脆来一个核子大战 全死了就算了 我讲这样是很难听 但是真的也是活不下去了 对吧 国家都活不下去 你就不要说企业倒闭算啥呢 真的 算什么呢 企业倒闭是正常的 现在 这一次的金融风暴以及危机 比2008年要高上10倍 2008年我们还没有看到呢 国家的危机 还没有看到国家倒闭哦 现在我们一直在看到很多国家在倒闭哦 还有债务举债的国家 还不起钱的越来越多哦 所以呢 接下来全球2023年 大家准备吃土 当然有一些行业会比较好 你们要期待我的节目 我会把它算一算 哪些行业会好一点 那所以呢 做错行业 是不是要开始来做转型呢 一定要的 否则真的 就等着呢 吃泥巴 啊 跟海地一样 泥巴会或当饼吃 可怜啊 真的 希望呢 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好好努力工作 但是呢 我还是要感谢大家 长期以来对海洋老师的支持 你们在电视上看不到的 事实真相 在我这边一定可以看得到 真的 我会报导全世界 给你们了解 让你们更清楚的知道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未来这世界会变成怎么样 我还会帮你们做预测 所以呢 请你们在下方留言的时候呢 你们是免费的 不要在那边讲有的没有的 谢谢大家 我很感恩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好不好 希望你们多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按下小铃铛 然后呢 赶快赶快赶快 帮我加码一下 谢谢你们 好不好 大家 我们一起来努力 拜拜 啊 啊 不